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那时间10月13日 英国路透社等媒体报道 佐科来到亚万高铁德卡卢尔车站施工现场 视察高铁建设情况 他表示 由印尼和中国中铁组成的合资公司开发的亚万高铁 使印尼成为东盟首个拥有高铁的国家 中国驻印尼大使 陆康陪同佐科视察 今年11月 G20峰会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届时亚万高铁将进行动态测试 测试路段长约15公里 位于里程127至里程140及莫站德卡卢尔车站之间 佐科强调 这次成果展示将进一步体现 印尼和中国两国政府的良好合作 当天 印尼交通部部长布迪 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 以及中印尼两国参见企业部分现场负责人参加陪同 陆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佐科考察亚万高铁项目时的视频 并配文称 参加建设的中印尼团队辛苦了 值得一提的是 印尼交通部长苏马迪本月初向新加坡海峡时报透露 佐科计划在G20峰会期间 邀请与惠领导人一同乘坐亚万高铁 他表示 亚加达和北京始终保持着经济合作 预计双方将讨论把高铁线延伸至万龙以外的计划 比如使其抵达印尼第二大城市 四水 四水与雅加达之间的距离约为790公里 目前开车需要花费10个小时 如果通上高铁 将只需要4个小时不到 布迪称 已为此做好了概念上的准备 建成后将不再主要依赖航空运输 亚万高铁将把印尼首都雅加达与其国内著名的旅游城市万龙连接起来 全长142公里 最高时速达350公里 两地之间原本三个半小时的距离将被缩短至40分钟 并会为沿线地区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 沿线地区的配套产业也将得到迅速发展 事实上 这条亚万高铁的建设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在2008年 印尼想要修建亚万高铁时 日本就开始跟踪该项目 并多次向印尼提交可言报告 但均未获得印尼方面的回应 据悉 日本此前一直以其国内的新干线为骄傲 并以此为由提出了极高的评价 印尼由于资金缺乏 该项目只能一拖再拖 在中国高铁修建技术崛起后 印尼方面注意到了中方的发展 2015年开始 印尼开始同中方就亚万高铁合作展开商谈 中日也因此展开激烈竞争 日本多次派出特使 不断前往印尼游说 我国领导人也专程赴印尼与总统进行面谈 展现了我方的诚意与信心 随后 印尼方却宣布同时退回中日方案 在该项目中采用企业与企业合作的模式 最终 印尼与中国企业达成一致 印尼方面也表示 中国方案是印尼的唯一选择 事实上 中国早已优惠的价格和文明世界的技术 赢得了印尼的信任 佐科表示 由高速铁路的助推 跨区域经济合作将加强 新的经济中心将显现 人民会因此受益 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可以变得更快 我们的竞争力也会更强 雅加达 万龙等地都将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为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项目 雅万高铁从2016年初签约开工以来 遇到的难题不在少数 但均被逐一攻破 2021年4月30日 首座车站站房主体结构封顶 2022年4月6日 重南点工程2号隧道斜景至出口段和4号隧道顺利贯通 同年6月 全线13座隧道的全部贯通 8月25日晚 2号隧道工程顺利完工 打通了全线驾梁通道 标志着雅万高铁完成了全部重点难点工程 佐科坦言 雅万高铁在建设过程中的确遇到了一些阻碍 特别是2号和11号隧道的建设 雅万高铁2号隧道位于印尼西爪哇省浦哇加达县 隧道全长1052米 最大埋深53.6米 为单栋双线设计 施工过程中隧道变形 华他及永泥等异常情况频发 是雅万高铁全线修建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 位于爪哇省浦哇加达县和帕达拉朗的两个隧道点的土壤松软 需要进行特别处理 中国电建曾对2号、4号隧道项目施工面临的多重困难 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一是通过地表柱江对山体和围岩进行加固 二是在洞内进行工法调整 三是通过在山体两侧打设钢管桩 进行维岩加固 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为后续类似工程积累了相关安全施工经验 土地很难控制 带好在现在已经完工了 左科补充称 雅万高铁建设总体进展顺利 各参见方精心筹划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等困难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正高质量推进雅万高铁的建设 截止目前 雅万高铁13座隧道均已贯通 全线的桥梁下部结构装机 成台 蹲深均已完成 左科指出 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8.8% G20期间向外界展示雅万高铁建设成果将很快实现 而雅万高铁整个项目预计将于2023年6月实现商业运营 虽然这是印尼的第一条高铁 但是印尼尝到高铁的甜头后 后边再想修就只能继续选择中国的高铁了 可以说 开了这一单就相当于打通了这个国家以后的市场 这次的雅万高铁是整体出口的 是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的出口 从列车到无缝钢轨 到养护耗材 这些都是跟国内一模一样的标准 所以印尼后边的高铁也必须用我们国内的标准来接 要不然不同路线之间根本没办法组网 那用我们国内的标准来建 全世界范围内 除了咱们还能有谁好使 那可能又有吃瓜群众要问了 说不对啊 我看网上有人说 咱这是赔本赚吆喝呢 我就说这个格局要打开 姑且不论刚提到的 开了这一单就拥有了整个印尼的市场 退一步 单独来说 这条雅万高铁真正赚钱的地方 不再建这条高铁本身 而是后期的养护运营 还有升级服务 比如这次 跟着高速动车组一起抵达印尼的 就含有一辆综合检测车 这就是给后边运营养护做准备的 雅万高铁上面每个细节 包括螺丝钉都用的是国内标准 后面这高铁开始跑了 需要的养护材料和升级服务 都得从咱们这走 说句不好听的 到时候咱就稍微贵点 你也没啥办法 毕竟缺了这个金刚转 你就干不了瓷器活 前期那么多投入都扔进去了 沉默成本搭在这儿 后期还跑得了你吗 人类步入工业时代以来 每次先进生产力 在全球范围内强占市场 都是这么干的 区别只是在于 这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方是中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А 拍摄 拍摄 拍摄